年轻人买车比较看重的是时尚和运动 如果说欧尚X5比较运动的话 那么更加个性和激进的欧尚X5运动版来了 欧尚X5运动版有两款配置 一款是旋风版 一款是飓风版 而新车的变化在于 它加入了非常激进的这样一个橙色的点缀 前格杉经过橙色和银色的点缀之后 上下呼应 而且中间是黑色的这样饰条 所以整体一明一暗一亮 看上去更加的运动和时尚 我们再看看它的大灯之处 也是一个橙色的装饰 使它的这个大灯显得是更加炯炯有神了 这样一个运动包围 也是用橙色的点缀 让它的激进感增强 中间有一个以前普通版车型是红色的标志 现在换成了橙色的S 一款运动版车型必须要有运动的标志 专属标志Sport 橙色打底 所以也彰显出它的气质 同时我们看到18寸的轮毂是太灰色的 搭配了玲珑轮胎 所以整体的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整体的车身线条与普通版没有变化 唯一就多了一条橙色的这样一个装饰 运动版的车型 其实跟普通版的车型是没有变化的 它的轴距依然是2710毫米 尾部的造型确确实实让很多年轻人拥有了赛车梦 同时赛车的运动套件 几乎就是覆盖上了我们的欧上X5运动版车上 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大块的激进的橙色的尾翼 真的就像F1赛车的尾翼一样 非常的宽大 也非常的亮眼 而尾部下方的运动套件 依然用橙色进行了一个点缀 双边共四出的排气筒 那真正是赛车才拥有的这样一个动力装饰 进入车内呢 橙色的试条点缀呢 确实非常有赛车的味道 比如说D型的平底运动方向盘 然后座椅这一块也是属于真皮加帆毛皮的 然后橙色缝线 橙色的这个装饰 这个统型座椅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体成型 支撑力好 而且啊就是这个包裹性也不错 中控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啊 就是使用了10.25英寸的比较智能化的 这个ONSTAR 3.0的智能生态系统 里边呢这个有QQ音乐 唱吧爱奇艺 它的语音控制呢 也是这个秒开秒关 小欧你好 在哪 请关闭天窗 好的正在关闭天窗 你看天窗马上就关闭了 此外这个车除了中控的这样语音 或者是科技感比较强的悬浮式中控屏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一些物理按键 同时还有一个无线手机充电也方便了 就是车主或者是副驾驶人 这个使用这个手机充电 进入第二排呢 它的运动座椅呢 确实支撑性和这个软硬程度刚刚好 所以呢 你长期久坐也不会感到太过于疲倦 同时空间呢 也相当不错 你看我做好前面的标准姿势之后呢 腿部空间有一拳 两拳 四指 所以呢 腿部空间比较宽裕 头顶空间呢 还有一拳多的距离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车的这个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 运动车型呢 确实它必须要由外到内 所以里边呢 前后排都有这个刺绣的运动专属标 欧上X5运动版车型啊 依然是搭载的蓝金1.5T的动力 然后呢 它搭配的是7速10式双离合变速箱 整个的黄金动力组合迸发出来的功率是达到了132千瓦 扭矩达到了300牛米 像用在这么一台车上呢 它的动力是完全足够的 它的百公里提速啊 只需要7.79秒 年轻的消费者或者车主看起来 还是非常有澎湃激情的 怎么样 这么一款欧上X5运动版车型 是不是符合年轻人或者是你心中的 这样一个赛车的风格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去再做改装了 它就是改装版的 我们的量产车型 这款车呢 有两个价位 那就是10万零九和10万七千九百元 这样一个高颜值高品质 而且空间也不错 动力也比较强的车型 是不是入你法眼呢